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9月9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來到星期一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最新的事實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是8月初七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繼續跟大家揭露香港的中小企 面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就是結業倒閉潮正在大爆發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中小企做不到 原因就是因為 外壞帳以及捲款逃亡 實在太過嚴重 銀行現在 是 你有你政府推出政策 他有他 想盡辦法拒絕融資 所以商界出來求救 也沒有用 銀行一於就不理你 這節我們要跟大家揭露 連香港 的藍煤 又忍不住 出來要大大力 痛斥 早前 大家應該還記得 金管局說成立這個 融資專案小組 沒有的 結果是甚麼呢 結果是求助個案緊急飆盛 你不說我還以為 是 Physical 舒適保 結業 向消費者委員會 求助 我們一齊來看看最新的消息 然後我們再詳細討論 話說 還用這些字眼 藍煤真的相當之 討厭 說經濟復甦比預期中緩慢 現在不是經濟復甦 香港根本就是經濟衰退 中小企 就出現了倒閉潮 沒有人會說 大規模的店舖倒閉的時候 叫做經濟復甦得慢 真的聽都沒聽過 倒閉潮出現 四周都是吉舖的 政府就說 要幫助中小企渡過難關 推出了 很多不同的措施 現在 香港的建制派 跟你說現在救不了 你給我一顆藥丸 我現在是大病啊 你說得對 其實應該是動手術的 把腫瘤撤除 最大的腫瘤就是香港政府 香港現在 直接就變成死城了 他說要搞旺氣氛 根本沒得搞 就算 有內地遊客 內地遊客下來也是旺丁不旺財的 根本就沒有錢 早前商界強烈要求政府要幫 中小企 解困 但是也有 不少 地區諮詢 市民 在這裏盛 就是說 雖然政府 就說要放寬 政策 例如按揭乘數 還有把辣椒撤回 好了 政府有政府說 銀行 你也傻的 銀行 看到這樣的時勢 你猜真的是你 屁股 就跟你做九成按揭嗎 所以 不單止完全沒有放寬貸款 反而銀行 正在收緊貸款政策 甚至乎也不斷地召開 追收 提前收回貸款 政府被建制派議員問 會不會再搞中小企百分百擔保計劃 大家應該還記得 百分百擔保計劃 成為了百分百是捲款逃亡計劃的 當然啦 捲款逃亡的數字未達到100%那麼誇張 但是 已經有成130億的壞帳收不回 變相其實不是就是政府派錢 給你拿錢 所以 跟大家說 現在香港 是黑心 的騙局浪潮爆發 將會有這個叫黑心結業潮 還有連帶捲款逃亡照 一起發生 結果香港政府財金官員說 當時百分百擔保計劃 是為了應付疫情難關 如果作為長期措施 就要小心考慮 即是沒有下文啦 總之現在 就是只有一個講字 說要求銀行 互相體諒 互相扶持 幫一下中小企 銀行採你也傻的 除了 強制銀行要放款 根本沒有任何辦法 但是 銀行也是拼死反抗的 因為你叫我 現在 去繳融資 對方 破產 又或者逃亡 我也變成壞帳 收不回 好了 所以 好天就借一把傘給你 叫你借多一點 下雨天 銀行第一時間收借 這句就是我們本台評論經濟的名句 當時是我們本台主持人 Tony 做節目爆出來的金句 由於過去的十幾二十年經濟環境太好 所以大家都忘記了 銀行的最根本本質 就是跟當保差不多 你沒有錢 他其實會殺到你盡 而且他也要保障自己 結果這個由金管局還有銀行工會成立的中小企 融資專責小組 早前 開了很多次 不同的會議 以為 就是真的 會有甚麼政策 可以聯同銀行一起進行 結果 就是說現在最少接到 是七十多宗不同的求助 而當中 七成的案件 是跟這個中小企融資有困難有關 而三成的案件是物業按揭的問題來的 有人買了房子上不了會 做生意又無法融資 現在 這樣搞法 就是 就是 融資專責組 接收到的求助個案可能比書息部更多 書息部早幾天登記是173 據說現在已經飆升了 但是你說多恐怖呢 香港 做生意搞融資 變成要向金管局求助的 你說怎樣搞下去 你既然要向金管局求助 就是說根本銀行就是 不批貸款的 如果你是銀行 你會怎樣做呢 其實銀行的取態 地產商的取態 紛紛都告訴你 其實現在他們的 數據和分析還有報告預測 跟 香港那群地產代理是完全不相同的 地產代理 是不用報告不用預測的 總之就是找多些人 做替死鬼 走進樓市陪葬的 但是銀行 當然不會這樣做 地產商當然不會這樣做 所以地產商 瘋狂地想放貨 銀行 拒絕貸款 店舖是結業的 所以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地產經紀到底憑什麼 說自己看到經濟 會反彈的 還有四大人渣 是香港現在的樓市 拉拉隊的 基本上他們 現在的狀態是徹底想找人陪葬的 現在香港就是被質疑 變成了一個死城 他說現在中小企根本 做不到生意 因為銀行根本就不願意貸款 而政府 根本毫無政策 現在是大病 你給我一個藥 根本醫不上 差不多是直接抽擊香港政府 還有 還有 香港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通常給了一些提議都是廢的 就是跟你說 搞一下露天茶座 吸引遊客 搞一下氣氛之類 香港來來去去 問題也不是跟這些有關的 而且 你香港要搞 那些店舖死了兩千重 你再搞 店舖 更加租不出 因為你除非 廉價提供場地 如果你貴價提供場地 又為了要回本 賣的東西和提供服務 一定的價錢要提升 到時 就會有很多香港人跟你說 我拒絕在香港消費的 成為了一個超級惡性循環 很多網民立即反駁 不忠實 不夠忠誠 的難回 根據李家超所說 10家倒閉 會有16家開張的 不過最近也不見李家超 又是變成潛艇的 其實現在就是 以前的建制派 以及藍絲 真真正正體會到 就是政府完全理得你死 你說甚麼 為甚麼求助 都跟你說 現在經濟很好 前途一片光明 你終於感受到 就是政治 是向他們 正式壓迫的 當然我也不是很期望有甚麼公民覺醒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件事 仍然會繼續持續下去 所以 記得提醒我們的聽眾 要小心 現在這段時間應該 香港是有排排下去的 所以 留錢在身邊 千萬不要聽朋友說 現在的租金回報率高啊 97的回報率高了現在很多的 好啦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今節暫時說到這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 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 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 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